各位学员,大家好,欢迎大家观看安全工具系列课程 本章节咱们主要介绍一下AWS这款工具 在上一节课里,我们对这款工具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然后本节课我们来一起安装一下这款工具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一个安装帽与一个破解文件 就因为AWS的报价是比较高的 如果我们安装正版的话,费用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们在正常使用的时候使用破解版就可以了 但是在一些正规的深度测试过程中 客户可能要求我们使用正版的专业软件 那时候我们就需要安装正版的AWS 在这里我将它的安装帽与破解文件已经上传到我的网牌里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自行的下载一下 最低系统配置要求 最操作系统的要求是XPD以上版本 系统内存是最少是2GB 存储空间是RM可用磁板空间 对浏览器的要求是IE7或者较新的版本 因为它会调用IE浏览器的部分组件 数据库可以使用所有所有用作报告数据库 默认使用Excess 那么这个是我们不需要进行安装的 我们来看一下 它一个是安装包与一个是破解文件 我们来安装一下 选下一步 同意 下一步 这个我默认 下一步 创建作品图标 下一步 安装 这个安装步骤是比较简单的 大家可以一直下一步就可以了 完成 正常情况下 它会要求我们输入一个路上码 但是因为我之前是破解过 可能是不需要输入 直接就进来了 这样我们的aws就安装完了 如果说我们需要破解的时候 可以选择这个 点一下这个就可以自动了进来了 这个是一键破解式的 非常方便 那么给大家留一个客户练习题 大家可以从我的网盘中下载我们所需要的工具 然后利用科学时间进行一下安装 如果你第一次安装的时候是需要破解的 就按照我刚刚的方法就可以了 我本节课就先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